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只是说好穿的话 Eco和Clux的鞋都蛮好穿的 但是他们的鞋头都特别宽 然后又有点不秀视脚型 所以我觉得穿上有一点点显朗 然后你想要特别窄的鞋子的话 它会特别的秀气 但是像一般人的脚如果不是特别瘦的话 穿上就有一种会姑娘的姐姐 在挤她的水晶鞋的那种感觉 这双鞋其实就比较秀气比较窄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太挤脚了 所以虽然它很好穿 我也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但是这双鞋子它就特别的好 它正好时钟不是那么特别的宽 又不是那么特别的窄 就像我这种夏天经常会水手的人穿上它 也不会觉得累 大家看一下高度 高度的话大概是7.5公分 但是我觉得实际的上脚高度 应该大概是5公分的感觉吧 一个是因为它跟很稳 另外一个就是它前脚长这里 它有做加厚的处理 所以说会比较的软 你就会实际感觉不到它会那么的高 然后你前脚长也会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 它后脚跟特别跟脚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说很多鞋子 它会有个不跟脚的话 你的脚一走出来就会很累 走一步出来一步就会很累 但是它特别跟脚 而且它跟脚 但是它不抹脚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后脚跟是特别容易抹脚那种 我大概穿10双鞋 又7.8双都是很抹脚的 反正我的后脚跟已经伤很累累 我特别喜欢夏天穿拖鞋 就是因为它没有后脚跟你知道吧 但是这双鞋它就属于又跟脚 但是又不会抹脚那种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穿 但是因为我这双鞋是去年买的了 我不太清楚今年这一批货 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我要去参考一下最新的买家秀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